現在1點28分啦 手機放進口袋裡 拉好拉鍊 一切OK 剛剛我們跑樓梯這段的那個 還是要走外面 走外面 那就在這裡拉好拉鍊走出去了 好拉齁 好拉齁 有吧 嘿 拿一袋手套 拉好了嗎 嘿 有人出來嗎 那是飛我們班級 娃娃叫 呦呼 呦呼 呦 呦 呦呼 雪好像很大齁 對啊 他是用雪的形式下來 呦呼 能見度不好 不過還可以啊 問題是 會覺得看不到 地面的樣子 看不遠 很好 但是我之前一直都以為雪場地圖都是胡亂的 都是展開給你看 然後跟真實位置不一樣 但沒想到他那個技能可以Making到那個 一對一 所以 像捷運地圖也是啊 捷運地圖也是比例有改過的 不是在後面嗎 不是我說他走過來 我想要他就是這樣拿 哦 哦 來錄一下下雪好了 這也太多了 我是不小心按到下面那個圓圓,是嗎? 你是要縮時還是什麼東西 問題是我現在按也沒反應 喔,這是隨時拍照的意思 那慢動作是怎麼用?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弄錯 我是不小心按到的啊 不小心喔 欸,它有帶兩層嗎? 我是覺得還好 我有帶在身上 我有帶在身上 喔,我手刷不見了 手刷在這邊 天啊,血都在身上 好了好了,恰恰恰 照好照好 人的話,唯一身上還可以穿在身上的東西是手刷 好 我一定把帽子加上去 你在那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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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像是這樣 雪質如何 腳會一直抖 就是硬塊的那種雪質 這麼大塊嗎 你就是腳會這樣一直抖動 好像騎機車在沙子上 那不好啦 那我們去別的地方好了 對啊 那樣子對於進步沒有幫助 只是感受 只能下的半死而已 因為技術要到那個地方 可能還要在 我反而覺得訓練那邊會比較好 有啊 一聽你描述我們就知道不行 所以剛的紅線那邊你也試過了 你說那個嗎 那邊的紅線都維持得很好 是這一個比較容易的變 你說他們會有時候不押或不幹嘛 也不是不押 就是他這邊整理來講 血蠻多的 那邊是一直會押得很好 這邊就是押太多 他這邊就不用押 因為太厚了 所以就隨著天氣跟人的行為而變化 對 他那個整理來講就是因為天氣 就是濕冷嘛 然後濕了之後冷 然後又散開 會結塊 會涼掉 一點 這裡偶爾會粉嗎 會比較乾嗎 不會 對這裡 會啊會啊會啊 白馬會啊 白馬 白馬是拋著天堂的 白馬我們那邊 那我們運氣不好 因為昨天一直在下雨 明天看看會不會雪很多 看今天蓋的夠不夠多 今天不是很粉耶 這超硬的啊 可以做雪球的就不是很那個啊 因為我們那個去心也是完全捏都不夠 我們就要賭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 鋪上去的那一層夠不夠 對啊 比較要看著一點 但是他們現在是說一個禮拜一都下雪 有啊我看這連續三天都是雪啊 所以說你不用看看 你就看你夠不夠吃 但是像這種就是感覺比較吃啊 嗯嗯 這種就是你放在身上就是吃 對啊拍不好拍的那種 這種是死的 之前我們都是那種一拍就不見 因為北海道啦 不能比 哦 北海道簡單來講就比較穩定 嗯 對啊我們 我們已經參加過兩次團 都看到下雨 真的喔 上次苗場的下雨啊 不過今天這次還好了 那只有昨天下今天沒有 所以我已經滿意了 沒有藍天很可惜 所以到底上次是誰帶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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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沒有人 沒有人 一切都很好 嘿咻先拿下嘛 要熱身 插插插插拍拍拍拍拍 對啊 對分開了 以來 不到封面 吧 嘩 哪一有 有 看一下 錩 又 Men 嚇 眼 濕濕的雪,也是體驗啦 就是這樣 這樣三葉就有的比較啦 就是乾乾的雪 我們襪子上都有雪 都是水,糟糕,現在的問題是你 沒關係,你不用擔心,這個就這樣 你不要想有的沒的 不用擦 因為現在下的有點... 你的溝通已經是這樣,我先幫你擦一次而已 你這樣擦不是很擦,我說你不用煩惱 讓你覺得很痛苦 是為了以前去帶人眼鏡 那你要去...你就要去找那種... 你就要去那個...眼鏡... 然後... 我要擦就是要擦 我看,你走過去 卡在那裡面 兩眼鏡... 他照要比度... 我也是配度高啊 有一天,像我這次帶就帶六十地 而且我是兩眼四地第一 然後帶一百二十 而且兩台那麼低 所以整體還有這樣請他去看那種... 然後弧度都會是誰 倒起來了 要不然不同的弧度帶上去 沒有,倒起來 倒起來了 對 你要請你 這樣講你已經很專業了 那個人就丟在旁邊 我覺得抓...抓雪板的手 冷冷的 沒抓的沒事 我抓著啊 比較熱身啊 熱身... 那我的雪板你就丟在旁邊啊 這樣我就不用回來找 因為他認識的人 他很通常 譬如說 如果我真的都帶膠車 他說 對啊,膠車很低 但是... 因為他最少是八點五分鐘 然後... 對,八點五分鐘 然後腳力才七點八 所以大概八成 所以他就這樣 對...對... 然後反而你買 像他就是... 秋啊 你的帽子的... 中學啊 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但是... 但是我們兩個 都可能有類似的問題 那就是這樣拍拍啊 把他...幫我們把他折凹進去 我剛剛就在想說要凹一點 但是你又不是很凹耶 你前面可以往前嗎 怎麼往前 他就是後面鬆鬆的 你...你...你... 你...你... 爸爸...爸爸... 我們先往前鬆鬆鬆鬆 嘿咻 你... 我看你不是要拉好嗎? 哦 你那個有包好嗎? 有啊 哈哈 我們這邊稍微簡單的動一動 讓稍微 還帶點一點點的睡意 然後我們先坐 那個一號 因為一號輪車做完之後 我們等下滑下去的地方 我們會在右邊 我們等下一樣先舉著 然後一樣慢慢帶帶要面穿的 我們會去玩三一 那我們剛剛今天的話 我有花時間上去看人家齁 整理來講他的 他的狀態會是像這樣子 你在看地上 比如說剛剛他會有一塊一塊的 你就可以用上山去看一下 他是有點硬化 那上面的道路全都是這樣 就是他整個地面都是大概是這樣 這陣子來講 這陣子來講 操作上的確不太好操作 第一 他的地形就比較重 那再附加上這樣的一個 就是選擇的話 這陣子來講是很困難的 如果說他今天選擇是很舒服的話 我可能會先 可以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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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上去下來 可以讓他 就如果回到漢堡 如果滑五分鐘 大概是這樣 有一點點醜,但是它的斗度跟地址上來看 那我們會到玩商店,然後做一些練習 然後可能會分組 會依照每個人的姿勢上的不同 然後做一些分組 那同組的話就是會是同類組 那大家可以一起玩,然後互相看 就會讓大家比較像是 像是老鼠關在籠子裡面一樣 然後就在那個點子,一直這樣 好,太好了 那它旁邊就會有餐廳 如果要休息的話可以到旁邊休息 OK,好 那我們稍微一樣就是腳稍微前後動一動 剛剛有跟你去滑一滑嗎? 沒有 都沒有 休息 休息啊 這麼放鬆 也好啦 補體力先 來,側邊 好,因為 我講一下為什麼我們需要去幫出學人 因為白馬我們明天用的Pokina的雪場 正前方的那個雪道的話 它會是 輕輕的拉高線 它會是 呃,紅 它會是綠線的 就是說泛著紅光的綠線 所以它其實對出學者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它那個綠線對他們來說很大 所以我們才要 就是我們全部的教練 中午 錢都會集合 然後去協助 出學班 在這邊的操作上面 好 所以說明天我們一上去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Skid你的第一團 來到白馬國際的話 你真的會很想拚 它就是 簡單講 它大概的坡到 大概在那個燈的位置 大概這麼陡 初學者 大概在燈的那個位置 而且它一定要橫切 才有辦法切到環山道才能下 才有辦法切回到像什麼 我們大概10米公尺遠的距離 10米公尺遠的距離 所以它們那個場地是真的比較困難的 所以說我們第一天才會選擇這邊 那這邊的路線數真的比較多 好 那腰奉送了 我腰轉轉 然後 我們的話 因為白馬的場地呢 我們會 也是會有一條 是專門就是比較好練功 比較好練習的 就是一樣會在同一個地方 運動 那 白馬的場地其實很好玩 它有很多種路線 但是它有些路線就是比較亂水 或者是 比較有可能會有蠻頭的地形 那 這些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再加在課程裡 那這樣讓大家去體會 因為其實 你滑越多不同的地形 地形 滑越多不同的地形 對於你們的腳桿 簡單講第一隻腳桿 那 就是會進步 好 直接是那個 Obo那一組的 對 那它等一下它40分 所以說現在大家講 我都會把它交在裡面 那 我是建議大家盡量不要去排斥 那 呃 其實我們腳上講的一些觀念 就是說滑雪有兩種 一個叫技巧 一個叫策略 那策略就是使用你貴的技巧 去克服這樣的一個病情 那我們在課堂上 會再慢慢 教大家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克服 好 好嘞 那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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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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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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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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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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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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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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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